示威人士聚集法国马赛史 抗议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 中国国台办前副主任拱青丐 因受惠被判入狱15年 美国霍氏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奥莱利 因为性骚扰丑闻指控成立被解职 奥大利亚收紧移民政策 巧核移民的融入价值观 哥伦比亚发生山泥倾舍 导致16人死亡和23人受伤